华茂与市建局合作发展的深水堡东京街重建项目 将以组装合成建筑法Mike兴建 立为本港首个使用上述方法建造的私楼项目 由一座31层高大楼组成 预计明年第下半年推出 发展商重新 支持将最低人均居住面积纳入卖地条款 旗下项目建屋标准不少于200平方尺 更加不切刻次以改善市民住屋质素 由华茂与市建局合作发展的深水堡东京街重建项目 将以组装合成建筑法Mike建成 成为为本港首个组装合成的私楼项目 华茂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卿表示 组装合成技术可减低68%建筑费物 75%噪音及减少碳排放 楼宇落成时间亦可缩短两个月 又指 虽然建筑成本上未有太多折省空间 但希望项目对市场产生示范作用 期望日后建筑成本得以降低 去年4月华茂中标的深水堡东京街重建项目 亦是首次与市建局首个合作发展住宅项目 蔡宏卿表示 新技术预计可加快落成时间两个月 但因项目规模不算大 加上新技术在本港建筑行业应用未尽完善 现阶段成本未有显著减少 他期望 今次能对市场有示范作用 未来有更多成建商 发展商及建筑师采用 长远降低建筑成本 蔡宏卿表示 我们定下高标准绿式建筑目标为减碳及可持续性发展 做出贡献 建设优质舒适的居所 期望满足居住需求的同时 为环保及社会创造正面价值 值得留意 今次重建项目 由设计到建筑全程数码化 采用BIM360及MIKE技术提高准确性及效率 提早近一年完成深化设计 项目以MIKE技术执行亲自然设计 Biophilic Design 外观 在预製组件中包含可拆射的非主力场 增加室内设计灵活性 单位设计也特别注重先锋对流 鼓励更健康 更低碳的生活态度 蔡宏卿指 在近两年疫情环境下 市民对居住环境及卫生要求 有增无减 故项目设计不切黑刺 洗手间全部有窗 改善室内通风效果 同时亦重视地区营造 注重项目与社区连接 华谋强调 集团支持将最低人军居住面积 立入卖地条款 因此旗下住宅项目 不会轻建立米楼 以深圳目前人军居住面积 300平方尺为例 对比香港现时只有160平方尺 市民生活空间应该需要改善 集团的建屋标准不少于200平方尺 华贸位于深水堡东京街的重建项目 地盘面积约1070平方米 三面单边 项目于今年7月获屋与处批准 兴建一栋22层高的商住物业 住宅楼面面积8.67万平方尺 商业楼面积占1.73万平方尺 市建局网页显示 该项目将会提供175伙中小型单位 单位面积由377至700平方尺 预期2023年至2024年落成 最快明年下半年推售楼花 提供